请大家看到讲义 那从这个地方开始 也就是说定三 广民菩萨圣地分三 从这里开始的话 那就进入了那个 就是正位 好 帮我念一下 广民菩萨圣地分三 物一 实地总相建立 物二 诸地个别建立 物三 民实地功德 经粗 此中说集习等十一地者 如宝曼论云 如声文称中说声文八地 如是大乘中说菩萨实地 经依笔论所说实地 即略说佛地为根本 并依实地经 笔说集习等实地为十种发心者 亦取圣意发心 好 广民菩萨圣地分三 那从这里开始的话呢 就是入中类的第一品 那之前的话呢 都是在讲入中类的那个 礼尽的那个部分 那然后中间呢 就是说明了这个 因为要讲菩萨的圣地的话呢 当然是首先呢 必须要有一个菩萨的一身地嘛 对不对啊 所以中间呢 就是讲了一些 你讲了那个菩萨一身地 也就是说自脸到 那然后加醒到 他们是怎么在这个地方 就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 就是表达那个一身地的 这个讲完之后呢 就是进入了入中类的那个正位 入中类的正位的话呢 它就是从这里开始啊 就是广民菩萨圣地分三 就是菩萨圣地 菩萨圣地呢 菩萨有异地和圣地嘛 异地呢 就是菩萨的自脸道和加醒道 就是异圣地 那然后圣地的话呢 见道修道 无学道 就是菩萨的圣地 当然呢 在这个地方讲的 菩萨的这个圣地分三呢 就是见道修道 这两种 因为在这个两个道那阶段 它就是把它分为十地嘛 对不对啊 主要就是在讲十地 那然后加上佛国 就是佛地的话呢 就是十一地啊 那这个两种的话呢 就是一圣地 也就是说圣地和佛地的话呢 它就是分开讲的 在入中类里面 我们的这个标题的话呢 可以看出来啊 就是第一菩提心 对不对啊 现在我们在讲的 就是第一菩提心啊 这个入中类的话呢 它总共有 十就是 十个菩提心 然后再加上 就是佛国 就是国地 对不对啊 再讲国地 国地的时候呢 就是讲佛的那个功德 佛的什么功德 就是说 那就是不共十八法 等等就是在讲这些啊 那然后呢 十度啊 等等这些呢 就是佛的不共的这些功德 所以呢 从这里开始的话呢 就就是入中类的镇尾啊 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 就讲到了那个圣地 对不对啊 就是十地嘛 就是十地的话呢 他的下限呢 最下限的话 就是从剑道开始嘛 获得剑道和获得第一菩提心 也就是说第一地呢 都是一样的 就是同时的 所以呢 入中类呢 讲完那个什么 李静文之后 李静的内容之后呢 直接他就讲了那个菩萨的身体啊 所以呢 就是 有一些呢 他就会觉得啊 这个是为什么 中间没有讲那个一身体啊 为什么直接讲了那个什么 就是菩萨的身体 所以呢 就是引起了 就是我们 以上讲的 就是说 为什么入中类呢 李静之后 没有讲一身体的 然后直接讲到圣地的这个 就是他们的那个 疑惑的就是原因啊 其实呢 这个什么一身体的话呢 已经在入中类的李静文当中呢 就是已经详细的介绍嘛 所以呢 就是没有必要再介绍了 然后这个呢 就是分为啊 入中类呢 他的证维呢 内容可以分为三个课本 第一 实地总项建立 就是实地的一个总的介绍 第二的话呢 诸地个别建立 就是说 个别的那个地的介绍 有实地嘛 对不对啊 实地的个别介绍 第三的话呢 明实地之功德 实地的功德 那经出词中说 集习等十一地者 在这个地方啊 就是他 突然的就跑出来 一个十一地 集习 集习就是欢喜地啊 就是说第一地的名字嘛 就是初地的名字啊 那这个十一地呢 它怎么回事啊 十一地呢 就是说 初地到十地 就是十地 再加上国地的话呢 总共就是十一地啊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说 看一下 解释啊 管明菩萨 圣地分三 五一 十地 总相建立 五二 诸地 个别建立 五三 明实地 功德 那以上呢 讲完菩萨的一身地之后呢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菩萨的圣地的内涵 虽然呢 就是说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突然就跑出来一个十一地 对不对啊 所以呢 因为啊 这个入中类的话呢 入中类 对不对啊 入呢 就是介绍的意思啊 解释的意思 中类的话呢 就是中观根本会类 也就是说 龙树菩萨的中观根本会类嘛 那入中类的意思就是说 介绍中观根本会类的一本 就是意为嘛 对不对啊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 中观根本会类里面啊 龙树菩萨根本没有讲到什么 实地的这个 就是地的那个体现啊 还有呢 地的那个什么 就是分类啊 等等都没有讲到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呢 入中类里面 月庆论师呢 他又又讲了一个什么 十地啊 十一地这样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说 虽然龙树菩萨在中类当中呢 并没有讲到菩萨圣地的体现 以及分类的内涵 但是呢 在此入中类当中 广泛的介绍了欢喜地来自于法云地等实地 法云地的话呢 就是第十地的名字啊 那再加上呢 国地总共有十一地 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这样讲 这是我们跟上次一样 一生三法呢 当然是在那个入中类啊 什么中观根本会论里面没有讲到一生三法 还有呢 一生的地等等 对不对啊 这些都是从宝梦论当中补充过来的一个内容 所以同样的道理啊 那入中类呢 刚开始进入正文的时候呢 就有讲到实地 那这个实地怎么回事 同样的道理啊 就是从龙树菩萨的中观宝梦论里面呢 就是补充过来的一个内容 补充过来的内容啊 这样补充过来之后的话呢 就变成一个什么 观光根本会论里面的一个完整的建议里面 就是室文对不对啊 那它是从宝梦论里面的哪一个地方 就是补充过来呢 就是说是依据宝梦论 宝梦论语如生为城中 说生为八地 如是大城中 说菩萨实地 身为城 这个身为城呢 这个城就是有两种的解释啊 第一的话呢 就是所权得身为道 第二种的话呢 第二种的话呢 能全得身为藏 身为藏 就是小城得金藏 对不对啊 那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第二种 那就是宝梦论里面呢 就是说 龙树菩萨呢 就像 小城得身为藏中 提到 身为有八地 身为有八地呢 就是身为不是有什么 像住 总共就是有 有什么八种的那个 像住有八种嘛 对不对 就是四象 四象呢 就是预留啊 还有呢 一来 不来 阿罗汉 那然后四国的话呢 四住 也就是说四住 四国都是一样 四国的话呢 就是预留国 一来国 不来国 罗汉国 那总共呢 加起来就是八地 所以呢 佛在身为藏当中 有提到了 身为有八地 那同样的道理呢 就是 佛呢 在经中呢 也有讲到了 大城有十地 本文中所说的 菩萨十地呢 还有十地 还有在宝漫论当中呢 也有 简单的介绍了 活地 作为 所补充的 这个内容 并且呢 也依据于 什么十地 十地经中 所说的 欢喜地 等十地 作为 十种的发心 那 这个发心 怎么回事啊 一般发心呢 所谓的这个发心啊 就是结合大城的时候 这个发心呢 它指的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啊 指的就是菩提心 所以呢 就是菩提心呢 有世俗的菩提心 和圣意菩提心 这样的两种 那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十地经里面 所说的 十种发心呢 指的就是 圣意菩提心 圣意菩提心呢 就是说 通达空性的 什么 现前通达空性的 一种 就是 菩萨 菩萨制 应该可以说 是菩萨制吧 就是 所以 入中律里面呢 就是由 它主要的内容的话呢 就是 十种的 圣意菩提心 然后再加上 就是 佛果 就是 国地啊 所以 它的内容呢 我们总结的话呢 就是这样的 十地 十种的 圣意菩提心 然后 就是 佛地 总共呢 就是 十一地 那 入中律呢 就是 解释啊 中观根本会论当中的 那个 空性的时候的话呢 主要就是 从第六菩提心开始 它就是 主要结合 这个空性 作为一个内容 就是这样的 那然后呢 第一菩提心 第二菩提心 第三 第四 第五里面呢 并没有 主要的 讲那个空性 好 那 是 以 圣意 菩提心 溢去 而说 在这个地方 实地经 实地经当中 讲的 十种的 菩提心呢 它 不是 世俗的 菩提心啊 世俗的 菩提心的话呢 觉得就是 我们一般 在讲的 那个 菩提心 对不对 那 圣意 菩提心 觉得就是 现前通达 空性的 这样的一种 菩萨制 叫做 圣意 菩提心 它的对境呢 就是 空性 好 下一段 建立 为圣意 发心之 实地 事论 以地 之体性 合法 设持 得民 及其民意 肆意 而是 如云 菩萨 无漏 为悲 等所设持 个别 分位 民之 为地 是 功德 所依故 建立 为圣意 发心之 实地 那既然呢 中观宝漫论 还有呢 十地经 当中呢 都有介绍 就是十种的菩提心 的话 那 越青论 他在 入中论 自示 当中 他是怎么介绍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什么叫做 圣意 菩提心 这个圣意 菩提心 他的体性 是什么 然后 哪设 是什么 等等 等等 他是怎么介绍的 所以这一段的话呢 主要呢 就是 以四种的一个差别 来介绍 圣意 菩提心 在宝漫论 及十地经中 所宣说的 十种圣意 菩提心 的内涵 越青论 是呢 在入中论 自示 当中呢 就是以 地的提性 然后 哪设之 助办 得名之理 以及 世民 等四个角度 来做介绍 可以说 四个差别 四种的差别 来做介绍的 那第一的话呢 体性呢 是五漏 五漏制 所以啊 所谓的这个 圣意菩提心呢 因为他 他的本质呢 就是现前通达空性 对不对啊 所以 他必须是一个 五漏制 他必须是一个 五漏制啊 他本质 那然后第二的话呢 助办 就是大悲 与菩提心 就是 助办的话呢 他就是 有大悲心 和菩提心 所奢侈的 这样的一种什么 就是 通达空性的 五漏制 对 那第三的话呢 就是 得名之灵 那 这个圣意菩提心啊 他为什么 得这样的 地 这样的名字呢 这个呢 就是从 可以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做解释 第一的话 比如说 比如说一个整体的五漏制 对不对啊 五漏制 我们可以建设 我们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 大乘的 怎么讲 就是大乘的 就是大乘的通达空性的 呃 盛者根本质 盛者根本质 大乘的通达空性的盛者根本质 那这样的质 那这样的质的话呢 就是呃 以前后的那个分的角度来讲的话 可以依次的分为实地 就是说 大乘的这个呃 通达空性的盛者根本质呢 他升起的时候啊 就是 从欢喜地到法云地 这个实地呢 他是依次这样升起的 所以呢 就是呃 从前后升起的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分为实地 然后呢 以功德的建立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可以分为十二种的功德之差别 等众多的部分 所以呢 得名为地 所以 得名之理就是这个意思啊 为什么他可以获得 这样一个名字的这个理由 那然后第四的话呢 是你 赞文里面呢 就是呃 呃 这个地的话呢 就是撒 名叫撒 这个撒字呢 放于里面呢 就是 不密 这个不密的话呢 就是可以解释为啊 能一 还有呢 处 就是有这样的两种的内涵 那在这个地方呢 呃 就是 什么呢 呃 无量功德的 哪一 或者是什么 来源之处 所以就叫做什么 就是地 所以就叫做地啊 为什么就叫做地呢 比如说 嗯 外在的那个地 对不对啊 呃 外在的 也就是说 大地呢 为什么称为地啊 因为呢 呃 就是从大地啊 可以 呃 生长出什么呢 就是无量的什么 草 梦 等等 等等 对不对啊 所以呢 它就叫做地 那同样的道理啊 就是说 嗯 实地 所谓的那个地 也就是说 圣意菩提心的话呢 因为 有了圣意菩提心的话 它可以什么呢 引发菩萨 圣者相续当中的 就是无量的功德 也就是说 圣者的无量的 这些功德啊 所以呢 就称为 呃 就是地 嗯 如自是云 啊 入中论自是里面呢 阅称论是 就是说 菩萨 五露智 为悲等 菩萨 菩萨 五露智 就是体性 对不对啊 再说 呃 五露智的体性 呃 不是啊 再说什么 圣意菩提心的 那个体性 菩萨 五露智 就是在讲 圣意菩提心的 它的本质 就是五露智 然后呢 领社的这个 助办呢 就是 悲等所设持 这个就是在 说明啊 就是呃 助办 个别分位 个别分位 明知为地 个别分位呢 就是在讲 呃 获得 个别分位 嗯 明知为地 就是说明啊 能得 也就是说 得地的这个 呃 理由 原因 是功德 所依故 是功德 所依故 功德 就是圣者菩萨 相续当中的 所有的 道功德的 所依 或者是来源的 那个 之处 就叫做什么 所以呢 就称之为 地 呃 这个呢 是功德 所依处 这个呢 它就是在说明啊 呃 是你 为什么叫做 地 呃 上面啊 在这个上面 地 呃 这个更正一下 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在此是无量光德之 哪一或者是来源之处 这个地方 不是哪一啊 就是所一 然后呢 可以解释为 哪一即处 等 这个地方也就是 所一 呃 应该要把它改成啊 可以解释为 所一等处 然后呢 在此时无量功德之 所一和来源之处 所以 名为地 好 那所以呢 呃 这个呢 就是啊 所谓的这个圣意地 呃 就是圣意菩提心的 这个什么呢 详细的那个介绍 他就是从四个角度 来做介绍的 圣意菩提心呢 就是啊 体性 入伴 德民 市民 就是从四个角度 来做介绍 那然后呢 前两个 呃 连两种的话呢 就是圣意菩提心的 他就是 必须要具备的 那个条件 所以 只要是圣意菩提心啊 他必须要具备什么呢 必须是五漏志 然后呢 必须是有大悲和菩提心所摄持 好 下一段 其体性之无漏志 有说如 聚舍 漏不随真者 名为无漏 是未解此中 安立无漏之意 自中 未实质无名 与彼习气 随一所染 即为有漏 离染之志 乃是无漏 如显距论云 离无名 异障诸志 非关带 无漏尽性 其体性之无漏志 其 它是一个代词 指的是圣意菩提心 那既然圣意菩提心呢 它的体性 五漏 是五漏志的话 那 什么叫做五漏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 会介绍 有漏 五漏的这个区别 有说如 有说这个人呢 是 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这个人的这个人的名字 它呢 它呢 就是有 有一本之什么 入中论的这个事为嘛 有这样的一个事为 所以呢 就是它 在这个里面呢 也有讲到 就是圣意菩提心 它为什么是无漏 对不对啊 所以 有说如 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 恩赞亚 恩灵达 明句论的话呢 就是月称论师 他所读的明句论啊 月称论师的话呢 就是中观根本会论的那个介绍的事为呢 就是有三本啊 第一的话 入中论 第二的话呢 入中论自示 第三本的话呢 就是 显句论 就是有三本 好 那么圣意菩提心的四种差别当中 体性之差别 五漏智 为何 那所谓的这个五漏智啊 到底是什么概念呢 对此 咱要安妮达说 五漏智 所谓之五漏折 反导作为漏法 就是五漏 有漏的这个漏啊 他呢 就是说 这个漏呢 指的就是反导 也就是说 反导呢 作为漏 然后呢 有所缘及 相应任意的方面 而将漏堪内随真 要么就是源于所缘 也就是说 要么就是从所缘的这个 方面呢 能让自己的相续当中 繁老增胜 繁老随增 要么就是什么 从心心所的这个 相应的这个角度 将自己的那个 心相续当中的繁老随真 所以呢 就叫做有漏 所以这个所缘和相应呢 就是叫做有漏 那有所缘及相应任意的方面 而将漏不堪内随真 为五漏 如巨舍论所说 它呢 就是依据啊 世青菩萨的巨舍论所说 有漏五漏法 除于有为于 彼漏随真故 说明有漏法 后连句啊 彼漏随真故 因为呢 有这个 因为呢 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所缘 或者是相应的那个法 让繁老增胜 让繁老增长 所以呢 这个所缘或者是相应的 那个法 就叫做有漏 它就成为了有漏法 我们 简单来讲的话呢 巨舍论论的这个 有漏五漏的那个定义的话 就是这样的 就是 能够让繁老增长 随真的那个法 就叫做什么 有漏 然后呢 然后呢 不能让繁老 随真的那个法 就是五漏 所以 居舍论论论论认为呢 比如说 无我 然后虚空等等这些 然后是什么 然后就是圣道 这些他认为就是五漏法 因为就是源于圣道 或者是虚空 或者是无我 这些法的时候 根本不会远这些法的人的相续当中 将那个反导 就是产生反导 对不对 所以他认为的话 这些法统统是五漏 五漏的法 那比如说相对的 比如说色身相畏处 等等这些的话 因为就是远这些法的时候 当然在心相续当中 会产生贪嗔痴等等这些 对不对 所以这些法 就是包括什么 我们外在的 就是山河大地等等这些 他们都认为这些都是有漏法 因为我们的心的话呢 就是遇到这些对境的时候 都会产生烦恼 所以呢 他就是据实论 也就是说 皮婆沙宗 还有金部宗呢 就是应该可以说是皮婆沙宗嘛 对不对啊 皮婆沙宗的这个有漏五漏的这个定义是比较清楚的 但是呢 金部宗有漏五漏的这个呢 就是不太那么清楚 没有讲那么清楚 所以我们只能说皮婆沙宗 他的有漏五漏的这个定义的话呢 就是说 是不是 是否能让 无特截罗的相续当中 升起烦恼的话 那就是有漏 有漏 不能升起的那个法 就叫做什么 五漏法 所以呢 Zaya Anitta的话呢 他就是依据 至今菩萨的据实论 然后呢 就是做了有漏五漏的建立一个定义啊 那这个是合理吗 那宗大师说 就是不合理的 这样的说法的话呢 完全就是不了解 印尘宗的不共的五漏之定义 对啊 印尘宗的话呢 他有自己的那个什么 五漏 有漏五漏的那个定义 对不对啊 不是说 不是说 都是跟那个什么 皮薄沙宗啊 宗观宗 就是 一样的那个 有漏无漏的那个定义啊 那这样的话呢 印尘宗 他的那个有漏无漏的定义是什么 印尘宗 是说 背实指的无明 与 鼻息气 随一所然的法 就叫做 有漏 这个地方呢 就是 能染的法 就是有两种 大家要记住啊 我们以后会讨论啊 讨论这个 有漏无漏 这个内容 第一的话呢 就是 无明 被无明 所然 对不对啊 第二呢 无明 所留下来的那个习气 所然 所以不管是 无明 所然 或者是鼻息气 所然的那个法 都是有漏法 比如说 就是 就是 就是我们 什么 就是 有情啊 就是有有情供业 所感的那个什么 所感的果 就是比如说 我们居住的那个世界嘛 对不对啊 居住的这个地球的话呢 就是 就是我们在居住啊 这个地球上面的 所有的 有情的一个 共业 所 就是什么 所生的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业呢 是什么 业就是 所有众生的 共同的一个业 那这个业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无明 没有无明啊 那这个业呢 怎么产生 对不对啊 所以呢 就是说 现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啊 也是 被无明所然 还有无明的喜气 也是所然 这个就是气世间啊 那情世间来讲的话 在这个地球上呢 居住的所有的友情啊 所有的友情呢 所有的友情啊 是什么 就是被无明所然 无明所然 就是无明所引发 或者是无明所生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是有无明所生的 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 就是这个角度来考虑啊 比如说十二支缘起嘛 对不对 十二支缘起当中呢 就是最初的那个缘起的话 它就是无明啊 因为是无明 所以有了那个业 那有业的话呢 就会赶果 对不对啊 因为有业的话呢 就会赶果 有赶果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轮魂当中 会逃生 所以就是情世间 它也是进来的 那然后情世间 它所拥有的那个环境啊 气世间呢 也是被无明 还有呢 无明的喜气所感染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就是说 有漏 这个漏呢 就是有两种 第一无明 第二习气 这个习气不是一般的习气啊 就是无明所留下来的习气 那我们再 再讲一下 这个无明呢 到底指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这样说啊 这个地方主要的无明呢 就是有两种 第一的话呢 不特纪罗 我直 第二呢 就是法无直 所以呢 就是两种的实质 或者是两种的我直 它就是在这个地方 讲的主要的无明 然后习气呢 就是这样的两种的 我直所留下来的习气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讲的无明的习气 所以应成派自尊认为啊 被无明或者是习气 随一所感染的法 就叫做有漏法 比如说 气势间和寝势间这些 那然后远离彼所感染的痣 远离无明或者是习气 所感染的 所染的这个痣 就叫做什么 就叫做 就叫做五漏法 我们在这个地方 严格来讲的话呢 不应该写一个痣啊 不应该写一个痣 就是远离彼所然 法 就叫做五漏 因为加一个痣的话呢 应该不周片啊 严格的话 怎么不周片啊 比如说 加了一个痣的话呢 它范围就比较 比较小了嘛 对不对啊 就缩小了 比如说 佛陀的身余意 佛陀的这个身余意 都是五漏的 但是这些呢 是痣吗 当然不是痣 对不对啊 所以加了一个痣的话 那它的范围就比较小了 那然后 所以呢 我们就不要那个痣了 就是远离彼所然 之法 叫做五漏法 五漏法呢 就是 指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 圣意菩提心 然后呢 包括什么 佛的三身 或者是四身 或者是什么 佛身的身余意 等等这些功德呢 都是五漏的 那有漏五漏的这个定义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有没有什么依据呢 当然是有啊 如同月称论师曾在 敏制论当中呢 提到五漏制的时候 他是这样讲的 就是提到五漏制的时候 他就是说 远离食指之无名 于忧辱 依战之习气之志 所以在这个地方讲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讲的 有漏五漏呢 这个漏呢 他就是有两种啊 其实在讲的就是烦恼 还有呢 烦恼的习气 也可以说 无名和无名的习气 就是有这样的两种 好 那 这就是啊 Zaya Anitta的 他的有漏五漏的这个 说法 那然后 远离派自尊的 不供得有漏五漏的这个定义 好 下一报 此父因知 未得佛地以来 其未为无名习气所染之志 为圣根本无分别志 彼义是暂时 从根本定起 人身习气为彼所染 乃至七地以来 有无名染 八地以后与阿罗汉 断尽能染之无名 则无彼染 然人为无名习气所染 此父因知 那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要 了解的一个内容的话呢 比如说 大臣的这个 五道中啊 那哪一些就是有漏道 哪一些就是无漏道 这个要搞清楚 所以呢 就是 问 那么在五道中 哪些是有漏志 哪些是无漏志呢 答 尚未获得佛地之前 还没有获得佛地之前的 所谓的这个被 无名或者是习气所染的那个志呢 只有圣者的根本质才是无漏 除此以外 所有的觉知都是有漏法 不管是通达空性的智慧啊 或者是菩提心啊 悲心啊 如果它的本质不是圣者的根本质的话 那通通通都是属于有漏法 就是有漏法 也就是说 还没有成佛 之前 我们从 这个 这句话呢 我们 就是换一句话来讲的话 就是 佛地下的 对不对啊 本佛地下 就是 不是 他 也就是说 十地以下 十地以下的 就是除了那个圣者的根本质以外 所有的觉知 所有的心心法 都是什么呢 心心所 都是 有漏法 所以在这个当中的话呢 就是不管是 就是资连道 加行道 建道 修道 等等这样 你只要不是 圣者的根本质 那就是属于有漏 圣者的根本质 它才是无漏的 那 获得圣者的根本质之后呢 是不是从此 都是五漏吗 也不是啊 也就是不见得 因为呢 在圣者的根本定的时候啊 它也是一个暂时性的五漏而已 因为呢 从根本定起来的时候 在后得志的时候 它的心心所呢 就是 它相续当中啊 就是会生起啊 悲心 菩提心 然后呢 就是等等 所有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什么念头呢 都是什么 都是被习气所然 或者是 无名 或者是习气所然 对不对啊 所以呢 就是从一身地 来自于七地之间 一身地 就是大臣的思念道 一直到七地 这个之间呢 就是 都会被这个无名 或者是习气连者的所然 也就是说 从一自连道 到七地之间呢 就是 有有漏法 也有五漏法 也就是说 这个道的话呢 有时候呢 有一些就是 有漏 有漏的道 有一些就是 五漏的道 就这样 因为在这个阶段的话呢 就是说 有时候呢 都 也就是说 在厚德制的这个时候啊 都是会被什么 无名 还有呢 就是习气所然 所以呢 就 他的相续当中的这个道呢 他不管是资连 嘉行 见到 修到 都会 变成 也有漏的这个道 那然后呢 但是呢 获得八地以后的这个 胜者相续 也就是说 八地 九地 十地 还有阿罗汉 阿罗汉地啊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他们已经断出了五名嘛 对不对啊 已经断出了五名啊 那不会被这个 不会再被那个什么 五名所然 对不对 那是不是八地以上 还有阿罗汉呢 阿罗汉的那个 是五漏呢 所以啊 也就是不一定的 因为呢 这连者的话呢 他们虽然已经断出了 就是 哪然的 这个五名 但是 哪然的 哪然呢 就是有连种啊 第一的话呢 就是五名 第二就是习气 虽然他已经断出了 那个哪然的五名 但是习气 还是存在的 因为他们还没有成佛 对不对啊 所谓的这个习气的话 他就是所知战 所谓的这个五名呢 就是烦恼战 以中观应勤派来讲的话 五名就是烦恼战 五名所留下来的习气 就是所知战 还没有断进这连种障碍的话 那说明就是还没有成佛 即便你是什么 就是实地菩萨等等这样的话 也还没有成佛 所以呢 那还是有习气的这个存在 那习气存在的话 那就是会被习气 所燃 对不对啊 所以呢 就是不会被这个无名的所燃 但是仍然会被无名的 无名之 习气所燃 所以他们的一手运体 也是属于有漏运 那八地九地十地的菩萨 还有呢 身为独爵阿罗汉 那他们虽然已经断出了 无名反导战 对不对啊 再也不会被这个无名的 无名的就是所燃嘛 那这样的话 他们的这个运体啊 当然是 刚开始的时候啊 这个无运体呢 它是以什么 无名所引发的 对不对啊 无名所生的 那他们的这个运体呢 也是属于有漏啊 它不是什么无漏 所以呢 他们的这个运体 是有漏的话 那是无名所感染 还是习气所燃呢 因为已经断出了无名 所以呢 不会在无名所燃 但是呢 因为是有喜气所燃 所以它还是有漏法 那有漏无漏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以后再做详细的这个 这个什么 陶瑞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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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瑞亚